QQ音乐新歌榜 QQ音乐新歌 QQ音乐新歌榜 刚刚听到就是本周新歌榜 周盘点10到7位的排名情况 本周排名第10位的歌曲 有来自于时代少年团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这首歌简单又直白地唱出了 少女们日常的小细节 不知不觉是拉近了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距离 成首歌融入了五声调试 与流行电子乐的风格 让乖巧的歌词唱出了些许调皮之感 更具少年气 不得不说 养成系的快乐就在于此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 水眼朦胧素颜碎衣 满分的美丽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 有只喜喜爱而走去 笑话我傻气 本周排名第9位的歌曲 来自于陈奕迅 事但求其爱 歌名的事但和求其 其实都是乐语当中随便的意思 陈奕迅这一次回归情歌之路 是淡然唱出了爱情的无形重量 歌曲是以漫漫的钢琴伴奏引入 陈奕迅独白般地唱出 若爱事但求开心 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 配合紧接着弦乐的伴奏 情感演绎也是逐层推进 陈奕迅也是用最帅真单纯的声音 唱出了对于爱情的苦思考量 本周排名第8位的歌曲来自 薛之谦野心 这是电影《激魂》的推广曲 电影提前曝光的信息 也是充分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而电影推广曲呢 更是重磅邀请到了薛之谦 挑战暗黑风格 编曲是以吉他为主 融入了贝斯古强化情绪 悠扬的选举当中 也是蕴含深意 营造出了一个激荡澎湃 又诡秘莫测的心绪情境 望着你不肯后退的眼睛 也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 本周排名第7位的歌曲来自 徐佳寅不舍 这是动画斗罗大陆的片尾曲 徐佳寅用细腻柔美的嗓音 是勾勒出了少年们之间的 潜泉深情 独特的唱腔也是充满着感情 层层递进地描绘出了 男女主角唐三和小五之间的 深厚感情 共赴艰难的勇气 献祭自我的坚定 可负山海的思念 就在这哀而不伤的温暖歌声当中 重新感受斗罗大陆的故事吧 你是我地略遗忘的时光 也是我奋不顾身的疯狂 听见吗 我多呼唤 跨越悲伤 奔向你的胸膛 你是我长发出奇的梦想 也是我低头树下的愿望 有一天你会隆重登场 牵着我去看那岁月绵长 QQ音乐新歌榜 QQ音乐新歌榜六到四位 何悲何爱何必吃愁与苦 何必伤马恨与爱 红菌一百心醉 她回忆相随 逐渐是你将长到一回 我可以学着冷漠 学着恨心 学着忘记 我让人发现 心里面的倾盘大雨 欢迎回到QQ音乐新歌榜 周盘点接榜时间 我是爆榜DJ 左右 刚刚听到就是本周榜单 第六到第四位的排名情况 本周排名第六位的歌曲 来自于单依纯 给电影人的情书 作为纪念中国电影 诞生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 给电影人的情书 其实是创作于2005年 当时就有不少感同身受的 电影人是被歌曲当中 所唱到的酸甜苦辣 和人生积淀所打动 而这一次 单依纯的动人翻唱 也是让新生代们 了解到了电影人的不容易 何悲何悲何爱 何必去愁与苦 何必想麻痕与爱 人间不过 是你寄生之处银河里 才是你灵魂的长阳地 人间不过 是你无形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 这是梦 一身外身 做一亮色的梦 一身外身 做梦中梦 本集排名第五位的歌曲 来自王一博 西威 期待了很久的电视剧 尤斐也是正式进入到宣传期 作为男主角 王一博也是现唱插曲西威 王一博充满着少年的音色 将戏中现允 对周斐的一个婉转深情 娓娓道来 吉他柔和悠扬的迪消 也是营造出了独属于 尤斐江湖的诗意和潇洒 让我们期待这部电视剧的上架吧 皇军一百心醉 他回忆相随 初见势力将长到一回 年少不知后退 命运将顾谁 也曾因我花一笔又千岁 沉默未见细微 这烛光碎碎 却刚好过我与人你的美 虚名堂又三位 若未能知你已归 秋歌二十年后再爱你 亦算无悔 本日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 片 这首歌是由曾经获得过 东风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的知名作词人 戴跃东作词 唐汉潇作曲和制作 前奏张碧晨是以独特的低声代入 随着弦乐的不断声调递进 将电影当中那份令人心痛的情感式传递给每一个人 歌词我如何骗过内心 骗过眼泪 骗过自己 张碧晨特别具有故事性和叙述性的这个声音的演示之下 将电影当中抑郁症女孩自我挣扎的心境 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可以学着冷漠 学着狠心 学着忘记 不让人发现 心里面的轻盆大雨 曾与其苦过 笑过 痛过 梦过 关于你所有一切 绝口不停 我如何骗过内心 骗过眼泪 骗过自己 谁说的爱过 就一定会留有印记 我们的爱情 若按下暂停 告诉我 可不可以 QQ音乐新歌榜 QQ音乐新歌榜 第三位 本周的季军来自于李润奇 盲 00后的音乐才子李润奇 在明日之子第四季当中大放光彩 是一首盲 俘获了众多观众的耳朵 而这里面最有感触的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句话 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 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现在陪伴大家最多的是手机 其次就是耳机了 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戴着耳机就好像是与世隔绝 活在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 用情节代替 学不下的就是性命 终于 天总会晴 我还下雨 想得了怪病 怎么还不清醒 怎么还不清醒 QQ音乐新歌榜第二位 本周的亚军来对吴清风 如果声音不记得 这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同名主题曲 青春成长之路从来都不是一路坦荡的 但只要有光 就会有前进的希望 电影也是围绕着备受争议的社会话题展开讨论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于抑郁症的关注和重视 汇聚更加耀眼的光芒 照亮更多阴暗的角落 在吴清风的歌声当中 让我们来见证万丈光芒吧 本周的冠军来自于薛之谦和郭聪明 这首歌讲述的是时间飞逝 浩敬的青春和感情都在逐渐流失 加上在演唱的这一方面 薛之谦和郭聪明的情感表达 其实都是非常细微的 只要听着动听的歌声和曲子的旋律 就很容易让你进入到 歌曲想要表达的情境当中去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符合 广大听众的口味的 再次恭喜两位拿下来本周的冠军 我能放肆地生长只为了能回去一趟 能回到热一位姑娘她最后落泪的地方 这里就是QQ音乐新歌榜周盘点接榜时间 我是爆榜DJ左右 本期详情就是如此 我们下周榜登再见 拜拜